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真面目颠覆你的想象 一起来听 佛门有个词 叫 看破红尘 意思是看透了凡尘俗世的一切 对世俗不再留恋 常人要放下都不容易 更何况要看破这娱乐圈的名利场是更是不易 但也有这么几位女明星 看破一切 出家削发维尼 有人因事业遇错 还有人为情所困 一 唐德慧 爱上有妇之夫 未婚生子 前不久 台湾资深女艺人唐德慧宣布削发维尼 还公开了自己剃度的照片 让网友们颇感吃惊啊 至于唐德慧出家维尼的原因 或许也是逃不开一个情字吧 在二十多年的情感经历中 两次爱上有妇之夫 还未婚生子 年轻时的唐德慧身材火辣 魅力十足 却在十六岁的时候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 不过唐德慧表示自己当时并不知情 被南方蒙在鼓里 相恋五年后 还未婚生下一子 唐德慧也背上了小三的骂名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南方竟然在孩子三岁时人间蒸发了 等到几年后 唐德慧在得知南方消息时 南方已经去世了 实在是造化弄人啊 在南方消失后 唐德慧又与已婚导演刘成丽相恋 再次插足别人婚姻 不过唐德慧却否认自己知道对方已婚 后来唐德慧一个人抚养儿子至今 在儿子成家后选择出家为妮 既然选择了新的生活 希望他下半生安定吧 二 费真灵 穿最贵的袈裟 当最奢侈的出家人 要是用出家修行之人的规矩守则来评价费真灵的话 那他简直撑得上一个 离经叛道 你看过一个穿着三五百万的袈裟 开着豪车飙车 满口昏言昏语的尼姑吗 费真灵本名叫张燕琼 从小就比较叛逆 很早就开始在酒吧卖场补贴家用 后来签了公司 出了专辑 仿照自己喜欢的外国女星费文利改了个一名费真灵 之后费真灵前往日本深造 在日本风光一时无限 早年费真灵对张飞和费玉清这两个亲弟弟是真的好 为了弟弟们放弃了日本的恋人 还把两个弟弟带入娱乐圈 一门三劫还成为传颂一时的佳话 眼看着两个弟弟风生水起 费真灵的行为却越来越离谱 退圈经商后 四十岁时突然宣布出家 法号横竖 然而跟六根清静的出家人不同 费真灵出家后生活极尽奢华 花钱大手大脚 金银首饰带满全身 费真灵还提倡在红尘中修行 要穿得漂亮 过得奢侈 三 桑妮 拒绝前规则出家 为尽效还俗 桑妮原名苏翠玉 她还有个称号叫小梅艳芳 长相神似年轻时的梅艳芳 又有点壮脸林青霞 跟陈德荣站在一起也毫不逊色 而且气质更单纯灵动 桑妮在台湾出道几年 演了很多配角 前往香港发展后迎来了事业高峰 当红时期搭档过梁朝伟 黎明 郑少秋等众多港星大腕 拿下了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然而 明明应该是事业正当红的上升期 桑妮却毅然决定出家 结束了风光无限的演艺生涯 桑妮做出这样的决定 并非一时冲动 走红后的桑妮细约不断 当然也少不了各种应酬 甚至是一些潜规则 但桑妮内心纯洁 也不喜交际 受不了娱乐圈的污浊混乱 所以拒绝了许多金主爸爸的邀请 也是因为这样 桑妮的事业逐渐进入瓶颈 2001年 下定决心出家维尼 还有个法号叫建优 4 李娜 两次被小三 为爱神上 著名歌手李娜出家的故事 或许有人已经听说过了 一首青藏高原 让她一夜爆红 还有许多耳熟能详的歌曲 都是出自李娜的歌喉 成为90年代当红歌手 这样一位乐坛女高音 却在34岁销声匿迹 顿入空门 背后的心酸故事 让人感慨 李娜五岁时 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把她和妹妹拉着长大不容易 李娜从小就很懂事 成绩优异 考上了表演班 她喜欢唱歌 经常在歌唱比赛中获奖 开始为影视剧唱主题曲 开始在歌坛展露头角 李娜是追求完美的性格 对自己要求很高 经常压力大到失眠 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 而且李娜的情路非常坎坷 曾经两次爱上有家事的渣男 却被对方蒙在鼓里 第一任感情给她的印象至深 已经深陷爱河的时候 却发现对方早有家事 李娜当场神色大变 花了好长时间 好不容易走入第二段感情了 结果这位音乐人 又是个有家事的 老天爷仿佛在跟李娜开玩笑 事业和感情的双重打击 让李娜的抑郁症愈发严重 说来也巧 恰好李娜在那时候接触到了佛法 打开了她的御节 在参观了天门山的雄伟壮观后 李娜决定剃度出家 远离娱乐圈的名利 远离情感的纷扰 5.杨洁威 婚姻被插足 心灰意冷 杨洁威的出家故事 离不开另一个当事人谭永林 谭校长在歌坛的地位 确实无人可以撼动 是让人敬仰的歌坛天王 但对待感情的处理方式 就不是那么让人苟同了 杨洁威是谭永林的原配妻子 两人相恋的时候 谭永林还是个无名小歌手 杨洁威陪她走过穷苦的日子 后来谭永林走红了 为了不影响事业 她选择隐瞒结婚的事实 杨洁威也放弃自己的工作 甘愿当谭永林背后的女人 谭永林也答应杨洁威不要孩子 承诺和她两个人过一辈子 然而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谭永林在春风得意的时候 竟然和另一个女人 朱永廷在一起了 还生了个儿子 这件事情也瞒不住了 谭永林向杨洁威 坦白认错 杨洁威心头一软 选择默默承受 结果谭永林变本加厉 对朱永廷和儿子百般疼爱 却逐渐冷落了杨洁威 直到2006年 谭父离世 让朱永廷的儿子认祖归宗 谭永林承认了朱永廷 还公开了私生子的身份 杨洁威看到谭永林的态度 心灰意冷 于是出家修行 了却一切 六 陈小旭 成也林黛玉 拜也林黛玉 迄今为止 《红楼梦》影视化的版本 不少于五部 然而真正让人记住的 林黛玉只有一个 就是87版《红楼梦》中的陈小旭 一贫一笑 低手醋眉 仿佛书中走出的林妹妹 林黛玉一生凄苦 陈小旭的经历也让人叹晚 当年十八岁的陈小旭 在成千上万名参选者中脱颖而出 当选林黛玉的扮演者 三年后电视剧播出 他不负众望 一举成名 然而成也林黛玉 拜也林黛玉 陈小旭的荧幕形象太过深刻 以至于细路受限 即使有新角色 也离不开林黛玉的影子 才二十岁出头的陈小旭选择淡出演艺圈 去了文工团当演员 几年后又下海经商 三十出头就已经开公司当老板 身价过异 此时的陈小旭已经经历了两段婚姻 第一段是比他大十岁的碧燕君 《红楼梦》拍完不久 两人就结婚了 然而没持续两年 就因矛盾离婚收场 第二段婚姻是和他在拍黑葡萄时 认识的北影学生郝童 后来陈小旭出家后 郝童也出家了 七 庄文青 被丈夫背叛 卷走财产 庄文青曾是TVB的配角演员 凭借周润发版《上海滩》中 古灵精怪的汪月琪一角 被大家熟知 庄文青的童年很悲惨 父亲抛弃弃弃子离家出走 生母把她送给养母 后来养母沉迷赌博 时常被追债 四处流浪 庄文青好不容易长大从毅 脱离了悲苦童年 让养母过上好生活 结果她却在感情上 又深受伤害 与圈内人赵振强结婚 却遭到丈夫多次出轨背叛 惨被丈夫抛弃 还卷走她的财产 后来庄文青接触到佛法 看淡红尘 在离婚后选择出家维尼 常伴清灯古佛 偶尔也会为大家讲讲佛法 8.刘兰西 参悟佛法 离婚出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有一位叫刘兰西的女歌手 16岁出道 面容清秀 长得很像邓丽君 事实上 后来邓丽君 王妃都翻唱过她的歌 刘兰西靠歌曲成名 也出演过一些影视剧 正当事业上升期时 她却选择和比自己 大十岁的男友结婚 而且婚后还淡出娱乐圈了 能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已是不易 刘兰西的放弃 让许多人粉丝感到惋惜 更让人不解的是 刘兰西后来陪丈夫 去国外进修时 意外与佛法结缘 不顾丈夫家人反对 坚持参悟修行 终于在五年后 说服他们 剃度出家了 几十年过去了 她也成了真正的修道之人 当了和尚之后 就要四大皆空 吃斋念佛无欲无求 往后的余生 都要伴随着清灯古佛 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 毕竟情观最难 所以在出家之前要下很大的决心 不过有些人在出家当了和尚之后 还是会有生理问题 毕竟这也是不受自己控制的 那么在和尚 有了生理问题之后 他们是如何解决的呢 答案很简单 请大家继续往下看 能够做到六根清静 四大皆空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要说其他的也都还好 但是红尘这一关 就很难过去 我们常说食色性也 吃饭和性是人生基本欲望 可见色界才是最难的 要想忘却红尘 也是要有一定的毅力和定力的 需要先将身上的念想 彻底地断掉 当和尚突然出现生理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自己选择面壁思过 主动地惩罚自己 此外 在心中念诵经文 也有利于自己的思想回归 不再去想红尘往事 也可以去抄写经书 这样也能让自己在佛法中反思自己 不过如果自己凡念过深 这个方法也是不管用的 第二个方法就是练武 在和尚耐不住山上的寂寞时 就会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让自己的内心归于沉静 然后打上一套拳法 让自己大汗淋漓 这样内心也会慢慢地平静下来 分解自身的注意力 以动化境 不去想凡尘的俗事 最后心如止水后 就可以继续清修了 如果这个方法 不能够让其心静的话 那么只能走最后一种方法 还俗就是第三种方法 如果进行了多次尝试 依旧放不下心中的欲望和烦念 那么就说明还没有到出家的时候 就算是强行出家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折磨 反而不利于自己的修行 遇到这种两难的事情 一般寺庙的长老 就会亲自劝解你还俗 让你下山完成未解的事情 只要还俗之后就可以生儿育女 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但同时也要承担世俗的烦恼和压力 这就是有舍有得 其实 人生本没那么多烦恼和压力 不过是因为欲望太多 人生在世别太贪婪 贪得越多 你的烦恼就会越多 放下一些心静宽广 知足常乐 一生你要学会慢慢戒掉三种欲望 不然你会活得很痛苦 一 戒掉攀比心 金刚经说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是在劝我们 人应该无所执着地活着 有了攀比就有了执着的心 执着生痛苦 痛苦生邪念 人生的痛苦之一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尤其是喜欢跟人比较 是我们内心动荡 恍惚不安的来源 也让大部分人活在患得患失的世界中 不能解脱 生活类 一小半源于生存 一大半源于攀比 人 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 只要健康地活着 真诚地爱着 也不失为一种富有 想不开 就不想 得不到 就不要 难为自己 何必呢 二 借掉爱欲 因是一切罪恶 耻辱 灾祸 疾病 痛苦 烦恼 失败 衰弱 的总根源 爱欲莫甚于色 色之为欲 其大无外 赖有意义 若是二同 普天之人 无能为道者已 佛家常说 爱不重不生缩婆 念不依不生净土 必须要觉悟 色就是空 空就是色 别过于贪恋外在的美貌 一切终将逝去 念观音菩萨圣号 就可以帮助你止住银心 但不是在银心 已在心中生起时 才求助于观世音菩萨 而是在平时 就要常念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遇 三 借掉明利心 俗话说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多少人 因为追求钱财名利 为自己套上了繁重的枷锁 佛说 只有淡薄名利 不为名利所累 才会获得真正的快乐 痛苦源于追求 快乐源于知足 做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守一颗简单善良的心 看淡名利得失 从容自如 过好自己的一生 是最好的选择 懂得感恩和知足 人只有少欲知足 才能体会到 轻松自在 愉悦平淡的人生 别落入欲望与贪婪的珠网 任何事只要过度 就是恶行的隐患 古语言 善恶有报 如果欲望过度 福运也就走了 所以要慎之 为人处事 要有分寸 人生这三种欲望 要懂得直指 把握好度 或福总在一面间 第一 贪财无度 在世间生活 物质财富是基础 必不可少 但要明白 财富不是贪来的 贪财只会越贪越少 财富是人的福报 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有福人 是人慌慌张张 不过为了碎银几两 偏偏这碎银几两 能解世间惆怅 也有很多人 是真实付出自己的劳动 赚取财富 不过也应懂得直指 赚钱永远没有停止 只能是自己知道 什么时候该停下 什么时候该继续 过度透支身体换来的财富 并不是真正的享受 要懂得适度 其实从因果的角度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命 能赚取多少才是定好的 人生最可贵的 就是知天命 这样就能安分守己了 在知天命的基础上 积累厚福 重善因 得善果 生命中只有自己修机的福报 才是货真价实的福 第二 自私欲太强 自私的人没有智慧 自私的人就只想到自己 永远想不到别人 身边难有善缘句 福运想来也无缘 有些人经常被一句话 陷入一个巨大的陷阱 正所谓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这句话没错 是人们理解错了 为是修养 修为的意思 如果人不修身 就会为天地所不容 而不是说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 世间之事 都是因缘和合而成 自私的行为容易感召逆缘 不但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反而还会失去自己本来该有的 真的是得不偿失 自私看似占便宜 日后容易吃大亏 这就是因果 第三 嫉妒 嫉妒是人性的弱点之一 对自己有两点坏处 一是用别人的福报处罚自己 二是使自己的心里染污 嫉妒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心理 是对他人幸福的一种不满 世间人都会有嫉妒心 但是要时刻提醒自己 嫉妒心伤害的不是他人 而是自己 嫉妒心就好似一把武器 并不能伤他人 而是伤在自身 要知道 嫉妒也是一大恶业 佛学中有句话说得好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人生在世 人们常常心火燃烧 佛曾讲过 大意是说 消除心头夜火 点亮修佛心静 佛教讲夜火 所以要消灭夜火 佛学讲空讲心 所以要点亮心中明灯 世人常常觉得很烦躁 往往是因为心火太旺 只有将心火熄灭 心灵才能重归清静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